这什么东西 这是 这个已经打开了 看看那边那个 大家的日语 你用日语来念那个书里 大家的日语 其实一开始我学日语的原因是因为 我之前玩了一个游戏 其实现在这个游戏 它是什么游戏我都不记得了 它的标题是什么 它内容是什么 我可能就是大概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是一个类似于侦探的游戏了 就是我玩的时候 当然也不是逆转裁判 就是我玩的时候 这个中文翻译只翻译了第一章 然后我玩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 比较兴奋 然后就很期待能够玩到第二章 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 结果发现都是日语了 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坑 那么我作为一个程序员的思维 我就会想 那我还不如就学习日语 把日语学完了之后 我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然后我就开始去学习日语 就是我自己有标准日本语的初级中纪 然后你还有一本 对 朋友送的 对 但是你那个都没看 我那个上面都密密码码写满了笔记 等一下 因为我还没有学过 对 然后我最近跟我媳妇就说 我想要重新去拿回日语这样一个技能 所以我最近把我的系统啊 手机啊 全部设为日语了 包括我们家无线网的名字 对 我们家无线网的名字也是日语的 然后我媳妇就觉得她也想跟我一起去学习日语 所以又看到了这个推荐的这个大家的日语 其实我觉得标准日本语还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推荐说这个就更地道一点 刚好我媳妇也要学 所以我也就买了这本书 然后去看一下 这个是万言社的 那应该是蛮专业的 我学起还是非常认真的 我当时学的时候 因为我也在上班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上班的时候 在地铁上面就会背单词练听力 然后下班的时候也是背单词练听力 后来我觉得这样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就改成上班的时候是早上 就是整个状态比较好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背单词 然后下班的时候我就会去练听力 因为下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非常累了 然后下班的时候你练听力的话 就可以当成一个背景去听 如果你有的时候就实在太累了 就是背景的话 其实也能给你一点点影响了 那如果你精神稍微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听他说了什么 然后慢慢的我的初级的日语 我就学的还不错 然后我就开始去学中级了 但是后来因为换了工作要创业 我就没有去更深入的去学习中级了 但是终极了我前面学了几个课文 就是我自己去应该是报了班 学当时报了一个网校去学 就是还是很认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我笔记做的非常的多 然后我这里面每个题目都写了 就是每个题目都 课后的习题都非常认真的去写了 然后还跟班级在网课里面去问了老师 然后我自己还是 我觉得有点小日系的感觉 就是我写的时候会用不同的笔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文具控 就用不同的钢笔 不同色彩的笔去写 可以看到还是非常认真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把这个光你看 基本上这个单词解释 它的意思什么等等 都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写了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最近又想把日语学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觉得有点无聊 我知道的原因是 他前些天在看一个少女郁曼 然后就是反正至少我瞄到的画面 都还蛮少女的 然后就是他看那个少女郁曼之后 就开始每天要在车上循环播放日语歌 然后再接下来就说 要我给他买书 说要再学起来 然后就是出现他刚刚前面说的什么 手机系统巴拉巴拉的射程日语 不过我很感慨的是 就是最近学日语 我觉得所有的语言的工具 都比10年前要更好一点 10年前我去学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标日 然后去背诵他的课文 去听他的听力 然后看一些周边的一些教材 当然这不是一个广告 因为这些网站都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去存在的也免费的 那么最近呢 其实我也一直在 应该我在动态里面推荐过大家 叫Deep L 就是其实是一个深度学习的 机器学习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网站 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不错 我印子上面就是我拍摄影的时候 我的相位啊 我比赛的一些英文 都是用这个中文转英文的 而且我觉得他翻译的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这个网站 那我最近学日语的时候呢 我会要求自己每天写日记 其实在我这个水平 N4N3这样一个水平 写日记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写的时候会 非常天马行空的去想 比如说14.6啊 比如说我最近的心情很差呀 比如北京天气很阴呀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一些过去过往回忆 和什么小时候的家人呀 朋友之间的一个感情 然后到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难啊 那我自己会非常垃圾的写一遍 然后我会用这个网站去 用中文写一些 然后去看他翻译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翻译了之后呢 我觉得哎 这个翻译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有些语法 其实我是认识的 但是我写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然后发现哦 这个语法这么用的 我这么写会更通顺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的工具 真的是太好太方便了 所以在我这样一个水平下面 我能够去写相对复杂的一点的日记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我学习的话 我自己其实是 我英语其实还可以了 就是我学习 我不会说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去学习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一样的 就是听力他怎么说 我就跟着他学 然后写呢 我也就乱写 我就按照我自己想法去写 去乱写 然后写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 或者是说有谁说这个写的不对 然后我再从错误中学习 我自己觉得这样效率更高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网站呢 我也会放到这个地方或者哪个地方 就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网站真的非常不错 但是它毕竟是机器翻译的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用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话 你也会发现有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网站也不错 就是叫Lang8 Language这样 8的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这个 就是而且这个网站 我觉得它做的也非常垃圾 但这个网站存在很多很多年了 那么这个网站呢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去写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写日记 然后会有人去来给你改 那么这个给你改的这些人呢 其实也是用户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要学日语 那么在世界上也有日本人要学中文 什么美国人要学中文 英国人要学日语了 总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 在那个网站上面呢 你提交了自己的一些文章之后呢 就会有人去给你改 那么怎么保证你会去给别人改呢 就是别人给你改的话 他会赚到积分 那么我为了让别人给我改的话 我也要有积分 所以我也会给别人改 难道够了 今天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穿上好吧 呵呵 他已经开始痕迹了 痛苦 脚穿上 这个还好啦 后面不会勾住你 嘿嘿嘿嘿 瞪一下 好了 东西小毛衣 说到这个互助翻译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为了赚积分嘛 我也会帮别人去改 然后看到了有一个日本的男生 他失恋了 然后他就写这么失恋的心情 非常非常的伤感 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非常的难受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 就是他是用日文写了一个原版 然后用中文就是重新组织了 因为他是学中文嘛 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刻 就是他写的就是又到了秋天的季节 然后秋天是让人很伤感 然后这句话呢 他日语写了 但是中文确实有点不太好翻译 但是他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你看到这样伤感的我的话 就是说我这样伤感的一种状态 能够让你感觉有点发酵 就有点感觉像小丑如果让一个人发酵 那我也会有点高兴 就是这种我觉得不是舔狗的意思 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如果你看到我这么伤感的样子 如果能让你发酵 如果能让你笑出来 那我也会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就觉得特别的伤感 然后我又去看他的日文的原文 然后我在这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就当地的这种表达真的是很有意思 然后我又同时回到了他的中文里面 我觉得这个句话实在是太伤感了 毛比较多 对 看你的 拍看 馒头的青纸装 来馒头你看 来我们两个看看 是不是很可爱 特别可爱 我还要拍个拍立得 超可爱 青纸装 衣服选的太好了 馒头自然可能会很痛苦这样抱的 那么可能会有人去想难道这个频道就变成一个什么日语学习频道吗 肯定不是的 那首先我这个频道是一个生活的频道 那因为我跟摄影很多相关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有拍了很多摄影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vlog呢 就不去跟大家去讲摄影的相关的事情了 那么我也会说就是会在其他的vlog去跟大家去聊 最近摄影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我的摄影不是到了瓶颈 而是到了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更需要去吸收东西 而不是去铲除东西 那么去吸收的话呢 其实也会做一些vlog了 那吸收的话 除了这样去跟大家分享我对摄影的看法 其实也是一种吸收了 那么另外我也会读书去看电影 看很多很多东西 做一些周边的事情 那么最近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忙 十四六 那么为了填补在路上这些空白的时间呢 我又会去想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学日语 所以学日语就填补了我生活中的很多空穴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说 觉得我经历好旺盛的 又能拍vlog 又能去拍照 又能学日语 又能上班 就是都不耽误 其实当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经历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就跟朋友去说了一点 就是兴趣爱好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兴趣爱好是摄影呀 或者说画画呀 或者是说做vlog或者之类的吧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这么说 其实我回顾这么长一段时间来 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是学习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我自己特别享受我去做一件事情 无论是学习还是什么 大部分是学习了 就是你学习你尝试 你能得到正反馈 就是我学了日语 我就能够看懂初级的东西 我能看懂一部分新闻 然后我去学中级 可能我就可以就是无缝的玩游戏 或者看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说 在摄影也是一样的 我去努力的摄影 我去看大师的画册 我去尝试去分析和解读它们 然后我自己的摄影也有了些成长 有了一定的一些结果 之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 给我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正向的 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让人就大脑非常爽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做程序员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的大脑可以随时的去发现问题 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着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日语它只是一个容器 它至于是什么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只要我学习并且有结果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我生活就没有那么麻木了 我觉得有一种一直向前进 一直有一种不同的改变 然后有一些新的风景可以看的感觉 这十个音就是觉得 虽然我以前没有学我日语 但总听耳熟 那么就肯定听别人念过 其实它的读音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有那个U和YO这样子 就是你读的时候 就是如果读错的话 那个单词就很容易去评错 打印了 要不要调一下 就这样打印吧 好 好可爱啊 我现在要把这个放到冰箱上 补一下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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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